工作日的时候肯定是没人来的 平时双修日的人还是挺多的 估计也是这个情况 奔恨 我讲诚 来看一看 大将 生意还是不多 外出路 在帐篷 疫情当中人事少了很多 管的也挺多的 现在每家基本上都有小笼包的 价格而且贵 小树肉 冻大饼 辣大饼 豆腐饼 看看 长沙冠姬臭豆腐 烤二十凶的铁 库部项烤面筋 吃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南乡老街 第一次来 从来没来过 第一次来 二十五一斤 25一斤 我第一次看是按25还是按25 25一斤 我可以说要吃点的可以吃一下 看什么吃哪个 老婆没 看看 南墙小龙是这里的 现在都封掉了 你看 想到那边去的话也不行了 过不过去 过不过去 永安巧龙心巧 现在通的都不让通了 通都不通通过去 估计也有划船的 划船的但是不让划了 好不好 我们现在说一点这个吧 上次说一个二舅的事情 反正也说不好 也天气太乐 也不想说 但是有一点观点 网上的看到的 挺合我意的 反正我就是到时候 给大家读一下吧 就是 我就觉得说出了我的内心思绪吧 强悍坚韧的人生观 值得尊重 但是二舅的苦难 经历和官媒口中 我们向往的饱满人生 对比太强烈 显得有些刺眼 春衣打针 自残 生情 残疾正难 不能自理的老人留守农村 花光积蓄才能买房 女婴被抛弃 农村落实群体的不幸命运 才是真实的底色 如果有的选择 真的有人希望过这样的人生吗 不过也有人质疑 二舅的真实性 认为作者其实是在消费苦难 并批评对于造成二舅生活中 种种困难的因素避而不谈 不少自媒体之间 以每个人都羡慕二舅 但没有人想成为二舅的论述 来批评视频过于片面 将无数二舅们的经历浪漫化 脱离现实 确实 再怎么赞美二舅 也不会有太多人 愿意经历二舅所经历过的 过上他过的生活 但赞美二舅 却不想成为二舅的批评 同样也有问题 将二舅的个人经历 以他在其中所体现出的精神混为一台 模糊了讨论的焦点 再往下思考一层 网民愤怒的是资源分配的不均吗 其实也不是 毕竟这个世界就有人生在罗马 有人生为牛马 有人能白手起家 就有人能败光家财 真正让人不满的是 权力们对自己的特权 也丝毫不掩饰 甚至还引以为好 理所当然 一名熟悉中国官长的人士 将权力世界形容为 大家同桌吃饭 有人吃爆生赤肚 有人吃咸菜配饭 本来相安无事 但如果吃爆生赤肚的人 一边吃还一边叮嘴 还要吐槽别人吃得不好 完全没有餐桌礼仪 这就很过分了 更何况在爆生赤肚和咸菜配饭之间 还有不少人在吃家常小炒 毕竟虽然没有人愿意吃咸菜配饭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想顿顿吃爆生赤肚 重要的是大家都各自为自己想吃的菜努力 互相竞争也互相尊重 二舅的宣传和推广 却引起一众公共知识分子的质问 政府应该对二舅承受的苦难负多少责任 有一位网友说 如果二舅去维权 二舅就是寻心知识 二舅冷气吞声努力活着 央媒就点名表扬 让大家学习正能量 网友的想法 都是在批评中国官媒刻意歌颂苦难 在苦难中塑造偶像 并且指出 政府需要对二舅的苦难 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 其次社会上有其他人也面临和 二舅类似的命运 比如三具情暗牛奶 过期疫苗 郑州储户的受害者们 他们挺身维权 并没有任何不妥 不应该受到政府的打压 相反 他们应该有保护自己的机会和空间 我认同大部分中国公知的质问 中国政府应该对二舅的苦难 承担多少责任呢 并且我认为这个质问 并没有任何冒犯二舅的意思 中国政府一直在宣传 中国梦脱贫等话题 但显然 二舅生活的乡村 看起来是如此落后 年轻人早就背景离乡去大城市寻求发展 留下来的 只有一群老弱 妇虏 这与政府宣传的大中国完全相悖 但这是真实的中国 针对影片的不同论述 说明了中国社会目前的封裂 政府一心宣传正能量 必谈自己的责任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邪恶 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 对于政府的质问 说明他们保持着基本的清醒 他们针对政府 却不针对二舅 在这个全民打满鸡血的年代 他们的清醒总是透露着一种不尽人情的冷漠 而无知的网友们是最可怜的 他们既不明白政府的不负责任 也看不懂公知真正的意思 为了维护政府 维护盛世中国的假象 只能把矛头对准二舅和拍摄影片的人 认为是他们又给了别有用心者攻击政府的理由 贫穷落后的乡村 在苦难面前 不得不知强不息的普通人 糊涂的年轻人 冷漠的公共知识分子 狡猾又不负责任的政府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中国